好,我们这集来看一下金流串接,串接这个蓝星金流怎么样把它串到Wordpress网站里面去 那一般我们在这个Wordpress的购物车平台WooCommerce在结账的时候 你要把它串接进去的话呢,它会变成这样子,像我做了另外一个网站 这个是蓝星,之前叫致富通,它的这个结账页面就会出现蓝星,致富通 然后如果有串接配票的话,它会出现配票,如果串新LinePay的话,它会出现LinePay 那我目前还没有串接的时候呢,就不会去出现那一个致富通,那个蓝星 那所以我们这集来讲一下,怎么让它多出一个蓝星的这个致富按钮 那首先呢,你必须要去安装这个外挂软体 到这个蓝星,这个蓝星金流的网站来,然后下载那个外挂软体 好,那你把网站拉到最下方 技术串接服务,这边有个 API金流,金流API跟免费购车模组 好,那如果要正式使用的话,这个测试模组,我们就要把它拿掉 勾勾拿掉 所以我们等一下是正式使用哦,我们等一下去拿到这个Marchant ID Hash key,还有Hash IP,这三串,然后就要正式使用了 那你设定完毕之后,就去储存修改 好,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启用之后啊,你这个结账页面会变成什么样 结账页面再看一下 好,我们来测试一下怎么结账 那我们刚刚选到这100块的夏日女短裤商品嘛 然后就直接按下单购买 因为目前就只有这一个付款方式 然后按下单购买之后呢,它就会跳到这个页面来 然后三秒后会自动跳转 好,你看自动跳转 就跳到了这一个,你看这个页面很熟悉吧 这个就是蓝星的付款页面 那串接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它会多出这个订单资讯,有没有 之前我们没有用购物车系统的时候 我们直接创建那个收款连结的时候啊 这个网址是你自己要传给你的访客 或者是做一个购物车,我要订购按钮 然后连结到这个网址,对不对 那这个串接的意思的话呢 会变成它会自动跳转到这一个页面 就是从购物车下完单要结账的时候 会自动跳转到这个页面 所以网址变了,网址已经跑到这个蓝星的网站去了 然后这个金额会自动带进来 商店名称会自动带进来 商品名称会自动带进来